你應該不願意來跟我們說幾句話呢 剛才我想說的在裡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已經跟早上的講過一樣 大S前夫汪小菲 應在微博PO出離婚協議書曝光大S 各自挨告3月19日首度開庭 汪小菲出庭時否認有公布各自意圖 表示10年婚姻花費超過3億元 大S卻在網上公布他的財務網 來捏造房子貸款不是他付的 他因為憤怒才曬出離婚協議書 並在2小時後刪除 更控訴大S在離婚前4個月 狂刷他的卡買禮物寄到韓國 離婚後更用他的卡買奢侈品 我們不要對任何人進行人身攻擊 我覺得特別不好 那咱們就來講講證據 20日有媒體報導 大S先前秀出 建給王小菲2600萬的借據幣值 竟是人民幣和港幣 S媽受訪時也心疼落淚表示 不希望人生一直在打官司 這兩年看到全家人 因為刻意被扭曲的故事版本 而遭受到網報 真的很心疼孩子 對於上述這一切 大S終於絕地大反擊 直批王小菲 婚內出軌的是你不是我 也認了離婚後 確實有為了泄憤刷王小菲的卡 但這是他簽字允許的 重點是我沒有刷你的卡 買任何東西給我先生 接下來大S所寫下的 三點血淚控訴 更印證了以前傳出的消息 汪小菲被黑人在家裡頭 暴打 因為這兒的價值觀不同 當時大S白胎已經有9個月了 大家聽好了 9個月了 才1個月就要生了 當時就為了產檢小小的問題 兩個人發生了口角 當時發生口角的時候 妹妹在旁邊 小S就直接出來全家 你不應該欺負姐姐 因為她有意不戰勝 結果小S這麼一出來的時候 王小菲竟然對小S動手 這一推 把小S推倒到地上 當時把小S推倒到地上之後 大S就跑出面沒了 就說 王小菲你不可以這個樣子 你必須要跟我妹妹道歉 當時做了什麼事 他一手也把我們的大S 還在9個月的大S 推倒到地上 當時誰出現了 就是在旁邊 在旁邊的黑人 Alan當時見狀就直接衝出 王小菲一技 這一技是推 是一拳不可靠 因為今天事情沒有釐清 那我也不多 任何的辯解 翻翻在旁邊就大叫 還就只能大叫他幹嘛 大S去年和王小菲結束了10年婚姻 大S去年和王小菲結束了10年婚姻 但離婚後的兩人一舉一動仍備受關注 王小菲更被報婚內出軌25歲女星張盈盈 雖然她多次青上火線否認 卻在過年期間被網友募集 和媽媽張蘭張盈盈 一同在三亞度假 而在這篇文章最後 大S也表示 未來不再回應 關於你們所製造的種種默黑 全全交給法律和司法去處理 太好了 太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